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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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駐泡數字還夾雜彈舌音 這充滿節奏的寒假聲 葫蘆裡到底賣什麼藥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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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 果菜市場 每天日常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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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好價格進貨 承銷商要張開耳朵聽清楚 抓準時機比手勢下單 拍賣員嘴巴一邊喊 眼睛還得緊盯寒假者 緊張又刺激 因為不留意就會起爭執 一四個 第三個 二十四個 第三個 看看每一位承銷商的手勢 有人比得很大方 但也有不少人點到為止 主要是為了出價的隱蔽性 但這也考驗拍賣員的專注力 他可能比大腿的旁邊 甚至比胸前 還有一個我很碰到的 這兩個動作 我們以為他在 做一個特別的一個清理動作 可是他說他比六塊錢 那你怎麼辦 還有耳朵這樣子 他也說他十塊錢 我以為他在思考 你這組菜 才叫上次在前面 對 也許他旁邊的一點點 或是怎麼樣 你爬賣員要面面巨大 他出價你沒有看到 就你比較便宜賣給別人 他沒有賣到 沒有買到 避免糾紛 近幾年他們開始在胸前 佩戴迷你攝影機 若爭執不下 就能掉畫面 對 好,來,日式第四間 別小看這排賣員 可是傳承日治時代的 叫賣神技 又稱跳手 由於現在全台的果菜市場 都已經電腦化 只剩花蓮看得到 跳手叫賣 東西比較少的話 就喊得比較高了 東西很多的話 就不會很好 容易就是看天吃飯 有時候不足人意 真的會心會很痛 因為畢竟說 自己付出那麼多心血 跟所得差太多了 也沒有辦法 因應市場的需求 跳手就像果菜價格的守門員 每一次叫賣 都肩負著花蓮鏡 五千名農民的生計托付 還有上百名成銷商的眼神 要從中取得平衡 你不能壓死死 壓死死就買不到了 那就是等於說 農民他要賣高 我們要買低 這是我們要的彈性 主要是看他開架 一開始先怎麼開 那當然會有比較老的資深的 會說這個可能不是這個架 身為仲介者的跳手 一定得熟知行情 而蔬果分級是基本功 這個是正紅色的 非常的紅 這有點偏橘色 所以我們大概分這一級品 這二級品 三級品它都不是差的 它其實比較小 大小率區分 那四級品來講的話 它可能得到七倍 除了分級 出售前的把關 還有這一道 基本上一支都是一支 對一支 都是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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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分切再送進正當機 農藥檢驗細節多 但一樣都不能少 像番茄的話 就是切地頭 還有它的四面 你會必須就是說陽光 它照射的地方不同 所以會有不同的角度 那有些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就會變成是說 它農藥長的地方會比較高 正式拍賣前 得歷經一連串的準備工作 花蓮果菜市場的跳手文化 已經有五十多年歷史 目前除了兩位資歷超過二十年 其他都只做兩到三年左右 正面臨交棒傳承的關鍵時刻 眼睛跟那個頭部配合的擺動 看的角度覺得很寬 比如說你擺右邊 眼珠再往右斜一下 很接近一百八十度 絕駕的時候 然後每個成銷三的價錢 也沒有掌握到 這是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 你放十塊錢 結果有成銷三比到十一塊 然後你沒放給他 成銷三可能就會不開心這樣子 要穩住場面 聲量膽視缺一不可 也要訓練喊價儘巧 下去喊的時候 跟你看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在旁邊看 你就會覺得好像你都看得到 可是你實際下去喊的時候 並不是每一隻手都看得到 你的開價是否合理 或是說進價過程中分配 是否人人滿意 每天早上七點半上班 下午兩點拍賣 一路忙到五點多 實習跳手起薪三萬多塊 最快半年深圳市 薪水四萬左右 平均每年加薪千元起跳 薪資待遇高過一般上班族 即使要在這 沒有冷氣的傳統市場打拼 也不容易 我只會講國語 那台語並不會 講很多的 譬如說包頭蓮 或者臭蜻蜂 白菜或者寶妹仔 小黃瓜或者鬼阿輝 像這些東西 我都不曉得必須從頭學習這樣 看得好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皇帝 走路有風 有飲料 有檳榔 有煙可以請 如果不好 就是過界老鼠 仍然喊打 對於老一輩的跳手來說 市場內買賣間的微熱互動 數十年來有苦有樂 都成為他們的寶貴經歷 但也擔心 這國菜市場的跳手叫賣 會走入歷史 傳達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承接到 可以學習好 該有的本職學能 江山帶有人才出馬 就是老了就退了 跳手這逐漸消失的記憶 雖然傳承之路不容易 但人與人間 面對面的真實情感 卻是最難能可貴 如何取代